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成事了 给他做事情 或者供养他 乃至也没成是没共养 只是听到 见到 闻到 都能得到什么呢 与无上菩提不退转 这叫种善根 有些环境的是种善根的 它的力量大 根深 叶茫茫 说你善根 种的深呢 你长出来那个枝叶就繁盛 就茫 而种的小呢 根不深 那容易啊 冬天就把它冻死了 不要冻死了 这就是 意愿读诵大成 神若般若智慧 这是般若的愿 以般若智慧的愿 这以后 愿 烈 自 下一个方便 这算六波罗密的四波罗密 就称之十波罗密 能够得到这十的波罗密 你都能够得到的 不可思议的利益 不可思议的利益 什么样的利益呢 就念念中能转合上去的生死 假设你进入了 过去的那生死啊 轮转生死的经过太多了 有无央数的那生死 在这 念念中有这么多 都能把它转 转了的 就转生死成智慧 转生死就变了 涅槃了 不生不死了 说转者业 为什么说转 本来没生死啊 不你烦恼 咱们也说转 烦恼本来没有 烦恼 转烦恼成菩提 因为本身烦恼就是菩提 说一个转字 加正过字 没说断 咱们经常说断烦恼 烦恼本来没有 也没有能断所断 这样的一个 他语言的文字啊 各种显示不同 看在哪部经里的说 为什么我们中国主司要叛教啊 说在这个教授当中啊 这个就得这样说 在那个教授当中啊 就得那个说 说大成当中 圆满教育是这样说的 在小成教育是那样说的 说法不同 不是法有差别 是众生的根基不同 大的他听着 他脑壳都大了 他不相信 挺小的事 我现在很苦的 你让我得到快乐 我就好了 至于成佛呀 成大菩萨 度别人呢 我先把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吧 就这样的行 他懂得这个道理了 说你学什么法 随着那个法的教授 生起你的智慧 去理解 去进入 这位菩萨到了这难行为的菩萨啊 他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呢 众生没有啊 此菩萨随了众生非有 没有真实的了 而不舍一些众生界 他了众生非有 这个男性菩萨 他不住在生死 没有 就是他 根本他没住在生死界 而不舍一些众生 他发的大愿 大愿大悲 他又不住涅槃 他住涅槃就变成小城了 集不住生死 也不住涅槃 大悲般若 这个悲多少大悲呢 悲即是怨 怨即是悲 这修得什么道呢 金刚经说 无住道 西伯提出问佛呀 有何住心呢 有何相信 佛告诉他无住 无住 无住道 也了得众生 不是实有 非有 而不守众生界 为什么 众生他自己不了解 这是幻化的 不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作为道友 在你生病的时候 遇到什么 不如意灾害的时候 或者你最痛苦的时候 你放下 把这个灌提起来 这灌 所以你灌什么呢 灌这身体本来是假的嘛 因为你心放不下 假的你假不了啊 身体是假的 这痛苦可是真的啊 不是这样子吗 但你真正的达到了 假的 痛苦没有了 没有了 咱们现在还做不到 真正的有变数是假的 也办不到 常识这样修 痛苦减轻的很多 也不帮那痛苦的忙啊 就这样 你试试看 你经常这样灌 以下用个比方来说 经文啊 用个比方说 有个度传的 百度的 比如传死 都传百度 百度是这难到那难 那难到这难 就把人摆过来摆过去 摆过来摆过去 他不住在此难 也不住在比难 那住在什么地方 也不住在中流 他就是在这村来回摆而已了 不住此难 不住比难 不住中流 但是他能把一切来回来到此难 送到比难 比难又送到此难 嗯 往返没有修行 行人的菩萨度众上 就是从生死苦海 都到比难去了 都到涅槃比难去了 那菩萨不住涅槃 他又回来了 又到此难来回院 他也不住中间 嗯 这叫修冠的话 空甲中 三冠 从空出甲 他又不住甲 甲嘛 空甲中间 不空不甲 非空非甲 一切都不住 菩萨度众上的功 功德 他的功能 就是这个样子 即不住此 也不住别 也不住中流 嗯 以大悲心的愿力 这愿力 就是度众生 嗯 菩萨摩克萨 以复住世啊 即不住生死 也不住涅槃 也不住生死的中流 能把此难的众生 此难是苦海啊 至于彼难的难饮 难饮吗 无悲无脑无忧 那这个菩萨 你不 与众生处而有所做 他心里没有 我度了好多众生了 度了五百了 度了一千了 度了一千了 在有一个众生需要度 我就度他 也不做多 也不做少 嗯 嗯 嗯 就像我们说法 嗯 一个人听你说法 一个人 也是照样的说 那一千个人 你也照样的说呀 不因为一个人 我就不说了 嗯 没有这个简单 嗯 对于和多众生 或者一个众生 嗯 多众生也没敢叫众生多 少众生一个众生 也没敢叫众生界减少 不生于众生界 不住于不灭于众生界 不进众生界 不上众生界 无分别众生界 无二众生界 这解释众生界的 嗯 嗯 说你在 生死当中 从了文乐佛法了 发心之后 发菩提心之后 在你未曾佛道之前 一定经过三弦十地 就是咱们上次讲过的 现在讲到十行 十住十行十回向 这叫三弦 十地佛道叫十地 嗯 三弦十地 嗯 因为大菩萨的四线立生 他四线的 生主一灭 嗯 嗯 他有奋断生死 有变异生死 嗯 嗯 嗯 菩萨入神 每位菩萨都入神 嗯 嗯 不住生 也不住死 嗯 嗯 中流呢 就是生死的中流 就生死中流 嗯 极非中死 也非涅槃 不是生死 不是此变 非涅槃 非涅槃不是彼变 啊 也不住中流 什么是中流 嗯 烦恼 嗯 嗯 嗯 所以有人这样想过 说圣贤三弦十地菩萨 可能为中流 嗯 是要受生死的 中流嘛 一般的就是中道义 中道义呢 我挤不住生死 也不住涅槃 就是中流 这样来解释的 但是 《华严经》的 没有中流 嗯 他不停地 换句话说 没有中 就不应住 一切无住 嗯 嗯 菩萨要住涅槃 就是难饮了 难饮了 不住涅槃 就不求难饮 为什么呢 本身就是难饮 他无畏嘛 还有什么难饮 有什么不难饮呢 嗯 嗯 因为 常 乐 我 敬 四德 正德究竟 是常乐 我敬四德 常呢 是难闻了 容远入世 乐呢 一切无所畏惧 无畏 我呢 什么有都没有 无我了 无我就无有了 嗯 清净的没有烦恼 嗯 嗯 这就是菩萨所做的 嗯 为什么在后头的四度 这是愿啊 后头四度 都有智慧 都从四度看 愿也是智慧 力也是智慧 方便也是智慧 嗯 完了达到根本字 那是根本的智慧 嗯 用这个智慧 道引大悲 这是发普提心的三要道 嗯 以字道悲 以悲力生 悲字双悦 嗯 第一个先前众上 神燕离 就这个眼四界啊 神燕离 嗯 燕离之后 要求脱离 燕离之后 又是脱离 怎样才能脱离呢 嗯 以大悲心度众生 大悲心没有智慧 若有耐见大悲 慈乃大悲 嗯 得以字道悲 悲里头就含着怨 没有怨 怎么能度众生呢 得先发怨度众生 嗯 因此啊 这样子 所以才说 不舍于众生 也不知诸多众生 不死多众生 知诸余众生 度了众生很多了 众生戒并没减少 所以没度众生 那众生戒也没争夺 嗯 众生戒本来就不生不灭的 嗯 所以众生戒怎么进呢 嗯 对众生戒不争众生戒 不分别众生戒 不二众生戒 嗯 这一段意思就解释这个意思的 嗯 众生是有啊是无啊 是非有啊是非无啊 是以有啊是以无啊 都不可说不可说 嗯 要这样的来以理解 这叫理解什么了呢 就是 信空缘起 菩萨从 明了心了 实信满心 就是发菩提心 刚才咱们讲那个 我这是讲那个出著菩萨 发了菩提心 一直到实行的菩萨 都是这样做的 都是这样做的 嗯 他一发菩提心 发了一个菩提心之后 就觉悟了 觉悟了 相似觉 到了出地啊 究竟正得了 正得了 嗯 嗯 相似 已经就能得到 这么大的 不可思议的利益 所以我们经常研究 信空 缘起 嗯 你必须得达到信空 特别要注意 信空 不是空 咱们有把信空 当成空讲 观想啊 修观的时候 观虚空啊 观外的空啊 那是空间的空 空间不空 不是信空那个空 嗯 人家说缘起的时候 说那个 信空缘起 不是空缘起 不可能的了 办不到的 那不可能 人家说信空 说信的本体 无障奈古 因此才能够 凡夫与佛 同此一向 所以 明这个心 就是明的佛心 明的佛性 那就真正的性的本体 只说因为 大方广涵 获了大 对海一间 就是大方广涵 破的铁 就佛心 一下理解 使用这个心 jezie 说起的大字 大悲 大怨 大行 就叫缘起 这个缘起 可不离开信空 因为一提过成就这个悲怨事业 这个悲怨事业的根本就没有 为什么呢 是性空的 是性体所发生的 但是我们讲净空 我刚才说这个没有的话是错误的 性空不是没有 性空不是没有 缘体也不是有 很多道友在修行的时候 他观空的时候 他把性给掉了 就是挂空 那个空可不是这个空 咱们的空的理解不同 所以大般若为什么讲二十空啊 就挂着空讲二十空的含义 大家看看那个般若 大般若就好了 这样来学理解 性空 佛成道 对于那个 一切的体性 并没有争 并不争一份都没有 我们纵上 堕落到纵上 你那个性 也没减少 在佛不整 在身不减 一个谜 和一个物 咱们说有的 就是祸 业 仗着这个性空 布佛把业消了 祸没有了 没有祸 没有业了 他显得本有的性空 何也过 菩萨 神入众生界 入法界 众生界 入法界 即是法界 众生界 法界 无有二 不是众生界是一个 法界是一个 不是这样的 法界即众生界 众生界就是法界 在这个无二法中 没有正 没有简 没有生 没有灭 无有 无无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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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取所取 也没有 能以所业 无取无一 无作无二 一切不知作 不是我们化度众生 好像众生得度了 佛菩萨界就增加了 众生没得度 那佛菩萨界就减少了 众生就增加了 不增不减 这叫佛菩萨界 如果菩萨界 关于一些众生界 就是法界 众生界即是法界 无真功 法界无真功 所以他不知作 他明到理了 明理了不知作 两人争辩 如果跟个明理的人 他就没生了 跟不明的人 永远有证 这个理啊 咱经常说 讲道理 讲道理 不好讲的 没的道理可讲 咱们看起社会上 很多的 没有道理 讲什么道理呢 你有你的理 我有我的理 讲什么理呢 讲人情 这叫情理 讲法律 叫法理 讲国家的制度 政策 就是正理 佛教都不讲 这些个理 我们看到 俩人吵架 闹着什么 说这个人不讲理 不晓得叫什么 叫理 这个理字 他没懂得 没明白 我佛教讲的理 我们叫真理 什么是真理 法界的真心 本体 我们讲理 是理法界的理 讲道道理 菩提道的道 菩提道的道理 这样讲的 这样讲的 众生界没有二 就是相极的意思了 无争无减 一切诸法是相极的 佛界跟众生界 又成了一尊佛 佛界就争了 众生界就减少了 没有这个观念 那菩萨 修圣神观的时候 观法界的时候 法界一品 所以无争无减 后的这几句 都是解释 无二法的 无争无减 无生无灭 无有无无 这都是二法 有和无是二法 那在这个含义当中 有即是无 无即是有 这是假言说 也没有有 也没有无 所以 这叫无二 不二法门 这叫不二法门 何也过 为什么这样说呢 行到这个八行菩萨 难行的时候 他了之一切法 法界无二 众生界即是法界 一切住法 皆同法界 不两样 因此 这叫菩萨立于众生 他是立于众生的时候 行菩萨道的时候 就动 动了 行菩萨道 他自行的时候 静子 观法界 是他自觉真心 这叫静 动静欲如 从体起行 行即是体 让我们去劳动 你这个行为 是行啊 劳动啊 动成行 谁在动啊 身体啊 身体在动啊 赶紧坐着 是不动了 静下来了 谁静下来了 还是身体啊 动跟静 都是一个 是身体 身体的动 身体的静 说你的心 拿这个做梨子了 你这个心 有念的时候 是动 无念的是静 但是 把这个念即无念 无念即念 这样融合起来 说念呢 就是无念 无念而念的 无念而念 就是无念 说菩萨行 菩萨道的时候 他的真意 就是他的心 法性的体 没动的 没动的 所以 祝福度众生 说如来 如是他本体 来是教化众生 说来可没离开如 来以至如而来的 如 因着如而起的来 来即不来 这要你做观想 你实时想去 说你在思维 能够达到思维 达到不思维了 思维到的最究竟处 不思维了 思维因为什么起的 因为散巧方便 要利益众生 因为散巧方便 是入深法界的理字 入真如实字 以真如实字 而起方便散巧利益众生 这叫深入法界 他的行动 是有相的 在这有相的 是住在无相里 是以清净相 庄严起身 了一切法 无相 一切法 没自相 但是 要分别一切法相 不许众生 而能了知众生之爽 不如四季而现身佛杀 不分别法而善入佛法 身大义力 而广演严将 留一切法 离遇真迹 而不断菩萨道 不断菩萨相 常勤修许 无尽之行 自在入于清净法界 譬如钻木去火 一出于火 火色不亮 而火不灭 菩萨入世 化度纵上 无有情境 而在世间 常住不灭 菩萨入世 怎么样 什么要入世呢 菩萨了一切法 法界无二 菩萨就是这样子 把前头那个 说的那些话 是什么原因 何也过 争取前头的话 因为菩萨 他了结一切法了 只有一法界 什么都没二 无二 所以一切法界 随免一法 无非法界 这华人有主要的观念 观点 随取一法 无非法界 那就是法界的本体了 所以 免一为神 在一为神 就是法界 那其他的法呢 都是属于 一属这一为神之内的 就哪一法 哪一法为主 其他吧 就要课程了 这个含义 动静 无二 心心 无二 一切法 法界 无二 那所以才嫌到说 善方便 以善方便 行难行之行 菩萨入世 以善小方便 入身法界 助于无相 行在有相 这个有相是什么相 情境相 庄严其身 相及无相 疗法无性 这个庄严这个身 这一法呀 无性 但是 而能分别一些法相 从而度众生 不取众生相 而能了知众生说 不择世界 而献佛唱 对世界根本不择 要献佛的 净佛唱 不分别法 但是散入佛法 不分别一些法 但是法无相 地狱 佛唱 平等平等啊 根本没有地狱 这叫 疗法无相 地狱 没有铁 没有实在 没有实在 形状 诸生有业了 他幻化 什么幻化的 不执着世界 这现身一个佛刹 清净刹 不分别法 他要散入佛法 佛法是绝法 绝法跟不绝法 义法 法界无二吗 一法 身达义理 身达到义理上 没有言说了 这才叫身达义理 那光言言教 不说众生不能得入啊 所以这叫散巧方便 什么叫散巧方便呢 散化于众生 了之一切法 没有 贪欲 也没有 清见 离欲 真迹 义法本来没有 没有欲 就入了真迹 而菩萨行菩萨道呢 又不断 行菩萨行呢 又不退 长情休息 无尽之行 因为这样子 他才能不退啊 如果达不到这种境界 他要退的了 达到境界 行无所行啊 有什么可退的呀 行无所行啊 统统在清界 法界当中 几个例子吧 就是捉木取火 木里出火 火是无量 火不灭 菩萨也入世 就捉木取火一样 众生的事啊 众生界没有穷尽的 但是世界上常住 不灭的 世间相常住 永远是世间相是世间相 长度别人 这个道理很深啊 很深啊 所以才 性跟相才能无奈 原体住法是性 原体住法 归于这个性 是因性而起的 缘起嘛 假因缘生起住法 这些住法 还归于自性 因性而起 还归于自性 住法无自体 还归于自性 这个道理啊 是反反复复的显示 所以生死即灭盘 苦尽灭大 就是长露我净 四德 这都叫思维修的 思维修的啊 不是语言呢 能把它表达出来的 当然有言说 独无实业 言说的不是实业 但是它可以引入你 到实业 特别但是大家 这样的好像 多度于空业啊 多度于空业 要执着空 断面 知识有对吗 知识有也不对啊 但是它有功德相 功德相 就是法性的功德相 它顺真故 顺真故 所以 母修相 献三宝相 这也都是假的啊 这个假的 顺真故 能达到真 你现在贪嗔词相 贪嗔词 戒定会 一个呀 一个呀 不是两个 贪嗔词就是戒定会 戒定会就是贪嗔 很多大乘经代 如是说 但是 你要做贪嗔词 下地 地也是假的 那你也不怕嘛 没问题 你达到星空无奈了 你下地也是假的 那没有关系了 真正要到那个境界 下地 确实也没有 没到那个境界 还是不行啊 还是不行 这么凡夫 行道的时候 不能贪空 不是不能谈 你硬是理解 不能执着 执着 执着这个空 是不空 这要不空呢 这就是什么 四教五教所讲的 如来藏性 如来藏性 含畅的如来 无漏性功德 不说断变相 金刚经说 空一完了 佛很怕徐不得 或者其他的以后的 学习的纵伤 都都空见 佛学说 学佛法的人 修道的人 不落断面 那就注重缘起 但是学缘起的一时 一定理解 性空 最重要的时候 方便深入 性向不二 性向无奈 这靠思维啊 靠思维 多细细绣 这就是 这个 难行能行的 难行能行的 非究竟 非不究竟 非取 非不取 非义 非无语 非自法 非佛法 非凡夫 非德国 这几句话呀 话不多 道理很深 咱时也讲了一些个 跟着这相往的 这还说没说完 下一课再说吧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花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 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名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 节下的防疫供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一时 佛陀住在中印度 王舍国的摇山中 当时 有五百位阿罗汉和一千位菩萨 他们共坐在佛的周围 听佛陀说法 坐中 有一位菩萨名叫阿尼场 佛陀在演出经典道法时 他常静心在旁倾听 济然无念 一意专注在经法 菩萨六度无极 难歹高兴 是能够快速成佛的方法 那么 是哪六度呢 一为不失 二为持戒 三为忍辱 四为精进 五为禅定 六为明度无极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前有一位名叫仙探的大商人 拥有无数的财富 平日里他常观佛教名典 觉悟世间无常 荣华性命财富难以保全 由此深知 唯有不失行善才能功德不朽 于是仙探通告黎明百姓 若有贫穷困乏者皆满足其愿而失于他 那时国泰民安人民富足 数月过去了也没有一个人来领取财宝 既然不失财宝没有人来领取 那只有买了药品以为治疗众人的疾病 于是仙探买了很多良药救济众人的生命 撕心话语 苦行悦志 恩泽无不周便 今年每月的会师 以至德乡远勋 仙探如此行善力士 用尽了自己的所有财产 于是打算亲自入海财宝 坚持住啊 请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呢 我们要到仙探那里 医治疾病 不然就没命了呀 我就是仙探 请你们再忍耐一下 等我回来 哎呀 太太巧了 他就是仙探呢 仙探立刻赶回家 向国王借了五百两黄金 买来药物 治愈了他们的疾病 仙探便与这些商人结伴 一同入海财宝 收获颇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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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说你都干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大家坚持住 我去试试能不能找到水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见到眼前深深的水景 又想到一路收获的那些光芒四射 价值连城的珠宝 商人们一时起了贪欲之心 于是重商人一同把仙海 吹入深情中 仙炭 навер面 大验国之后 便跟我们分开了 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该不会是你们谋财害命 将他杀害了吧 没有 没有 我们怎么敢杀害他呢 先谈平生为善 心怀菩萨仁德 因而感动天地神指 天神伸手将他接住 令他无一毁伤 仙态落下井后 看到一旁有了洞穴 洞穴直通一户人家的水井 他正是从那里爬了出来 步行七天才得以回到本国 仙态 为何你空手而回呢 只因我运气不佳 未能采得宝物 所以空手而回 有蹊跷 这里面定有缘故 你们听好了 要想活命 就快将世界经过城市交代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国王饶命 先谈得知此事 为之哭泣 立刻来到国王面前 叩头请罪 先谈哪 这些商人违法犯证 他们是理当受罪的 唉 愚痴的人 起了颠倒邪剑 不足以令明智者责罚 恳请您原谅他们的无知吧 啊 哼 国王嘉许先探的人德普辈 便原谅了商人们的凶杀之罪 命令他们即刻归还宝物 先谈要不是奉佛者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德之心呢 是啊是啊 他真是太了不起了 请您收拾了 他请您一定要收下来 真的不用啊 嗯 承蒙人德普佑 是我们的性命特以保全 希望您能全数接受 请不要再推辞了 先探武士 答应了商人们的请求 将一部分财宝还于国王 剩下的全部用于布施 那时的先探 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 国王 臣子和人民 为先探的德行感动 于是相继归依佛教 受持圣诫 从此 自孝尘中 受到天神拥魂 国家风俗 人民康乐 四敬邻邦 轻心不得 无不称善 Zither Harp 我为何不能不得 作曲 李宗盛